眼前这个被人打出屋子的男人 名叫申长武 而打他的一家则是妻子的娘家人 双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一群人殴打女婿一个呢 申长武说 自己和妻子结婚十年儿女双全 日子也算过得幸福美满 但是前不久妻子却突然要和他离婚 离婚起诉书都到他手里了 但是他觉得妻子起诉书上面 写的理由并不成立 妻子觉得是两人的感情不合才导致离婚 他说自己对妻子一直很好 如果说妻子一定要离婚 那肯定是他变心了 之所以这么说 也不是胡乱污蔑妻子 而是自己真的在他的手机上看到了 他和其他人暧昧的聊天记录 而在自己发现之后 妻子就马上把记录删掉了 难道妻子真的是因为 移情别恋才要离婚的吗 我们跟随申长武来到了妻子娘家 可惜的是妻子张妙玲却并不在家 正当我们打算离开时 见到了申长武的岳父岳母 看到女婿 老俩口显然都十分不高兴 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 当问及女儿女婿的婚姻问题时 他们则把矛头指向了女婿伸长武 说她只顾着在外面吃喝完了 根本不顾驾 值钱生活在一起时还好 等女婿单独建房了之后 就经常听见两人半夜吵架 照这样看来 夫妻二人确实是有感情不和的地方 那么导致两人离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就在这时妻子张妙玲回来了 一见面申长武就质问妻子 为什么要离婚 而张妙玲的态度也很坚决 她指责这么多年来 丈夫对自己都十分吝啬 之前只不过是自己一直在忍着 对于妻子的这种说法 申长武则坚决认为 是妻子出了鬼才要离婚 张妙玲则一直否认 说申长武是自己一神一鬼 而申长武则表明 自己已经看过心理医生 医生说他没什么毛病 他才坚信是妻子骗了他 双方争执不断 这时申长武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 他说两人的儿子 根本就不是自己亲生的 这又从何说起呢 听到女婿如此怀疑女儿 张家母亲连忙出来解释 说申长武只是听到了外面的谣言 女儿又没有出去工作 唯一接触到外面人的机会就是打牌 申长武这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巨星叵测 想要离婚赔偿想疯了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避免矛盾的话 我们建议双方冷静之后再协商 身长武告诉记者 之前自己确实是因为外面的流言 才会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 但是妻子的怪异行为 让他坚信了这个传言 那么孩子的身世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找到了妻子张妙玲单独谈看 在张妙玲口中 丈夫是一个把钱看得十分重的人 即使在婚后 自己的开支都还是父母出钱 丈夫从来没有管过 关于孩子 她早就劝说过丈夫不要听信谣言 现在她这样怀疑孩子不是亲生 很有可能就是离婚后 不想承担孩子的抚养责任 她的猜测会是真的吗 记者再次找到深长武 对于妻子的说法 她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 直接拿出了自己与孩子的亲子鉴定书 鉴定表明这个孩子 不是她亲生的 之前一直不拿出来 是还想给妻子一个机会 但既然张妙玲现在还坚决要离婚 自己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双方一见面又开始了争吵 深长武直接给妻子看了鉴定报告 看到这份报告张妙玲却沉默了 而一旁的张家母亲 则十分怀疑报告的真实性 为了这一份鉴定报告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张家人认为孩子从没有离开过母亲 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做亲子鉴定 面对着司法鉴定报告上 深长武和孩子的合照 再多的争吵也毫无意义 面对深长武的纠缠 张妙玲直接承认了自己背叛了丈夫 孩子也不是深长武亲生的 现在他只要求两人离婚 听到妻子的回答深长武转身离开 其实男儿崩溃大哭 她说之前妻子对自己很好 但是孩子却不是自己的 这种打击让他无法承受 孩子不是他的诱惠是谁的呢 深长武说自己还是想挽回这份婚姻 只要妻子能够低头认错 他愿意重新接纳他 那么张妙玲又是什么态度呢 两人一见面又开始了争吵 深长武一定要知道儿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张妙玲却一直不说 而岳父看到深长武如此逼迫女儿 怒气上头直接把深长武打出了家门 为了让双方冷静下来 记者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察赶到之后 双方的情绪也冷静了下来 张妙玲也同意进行调解 深长武说如果两个孩子都是他的 他愿意两个都抚养 如果儿子不是他的 那他就只要女儿 并且要求张妙玲给自己精神赔偿 听到深长武这个要求 张妙玲则表示 要赔偿不可能 深长武如果想要赔偿 那就去法院起诉 由法院来判决 到了最后 张妙玲还是不肯认错 一直指责丈夫的问题 我们无法得知张妙玲十分有不妥行为 但是天底下应该没有一个父亲 会拿孩子的身世开玩笑 深长武固然偏激 但是张妙玲也要反思一下自己 婚姻走到这一步 自己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关于孩子的抚养问题 律师表明 如果孩子确实不是男方亲生的 男方不必继续抚养孩子 对于之前支付的抚养费 男方可以向女方追回 并且女方在婚姻中存在重大过错 男方也可以要求女方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谢谢大家